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神的賞賜是甚麼? 現在請弟兄讀出那些經文 你讀的時候也說是第一段第二段的說法 第一段 臨前三章十節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 土著一個聰明的經頭 立好了根基 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各人要謹慎 怎樣在上面建造 第十一節 因為那已經立好根基 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十二節 若有人用金銀賭石草木和佳 在這些根基上建造 第十三節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火的發言 這火要事緣各人的工程怎樣 第十四節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 甚至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 他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是否夠了 第十四節 繼續進去 繼續進去 好 第十四節 不如這樣 因為已經很長 我們就停在這裡 好嗎 我們就停在這裡 好 好 由全本聖經的觀念 雖然這裡是沒有講到的根基 但是呢 我們從這個經文可以了解到 這是不是先知和使徒的根基 是的 即是說那個信仰的根基 即是使徒、先知他們所立下的根基 就是以後信徒我們都會跟從這個根基 即是我們不能夠立別的根基 即是說這個信仰就是使徒所領受的 OK 好了 那就是 好像一個聰明公投立好這個根基 那就有別人在上面建造 那 就是個人要謹慎地在上面建造 那由下面的經文 我們看到這個建造應該是指什麼呢 那下面都一直說的 都一直說的建造 沒有人能夠立別的根基 然後呢 我想這個根基呢 都是耶穌基督 OK 因為他第十一次說 是耶穌基督的根基 別人能夠再立的 那這個根基呢 我就先所說的就是 立好的根基是耶穌基督 還有的意思就是呢 因為保羅立好這個根基 就是應該呢 因為不是保羅立耶穌 所以應該是說 耶穌跟他的所有的教導和信仰 應該是這樣 這個根基是耶穌 但是呢 也都是因為試圖要立 立這個根基的時候 應該說包括那些關於耶穌的信仰 那我現在說的是別人在上面建造 這個建造是什麼意思呢 建造是不是在根基上面建屋 是的 建屋 建屋也是figurative language 代表性語言 那就是為什麼呢 是否真是個事工呢 例如立根基 那可能就是建立教會的根基 那上來就要建立教會 那可能是那個事工 那這樣 什麼事工呢 建立教會 建立人的靈魂的事工 OK OK 嗯 事工這個字通常來講 是指一個個minister 就 但是呢 各人在上面建造 那不是每個人都是 都是有份的 不過呢 如果應用在每個人身上 我們會用另一個字眼是什麼呢 其實很接近的 是不是個人的靈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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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夏文呢 就有講到呢 嗯 嗯 各人的工程怎麼樣 嗯 嗯 各人的工程若立得住 就要得賞賜 的時候 那你覺得這個 這個建造應該是什麼呢 因為講到得賞賜 是不是教會啊 是不是教會啊 嗯 大家再想一下 就是來 一部分可以是教會的 就是有些人來講是教會的 是因為講到個人的 每一個個人 是不是個人自奉啊 是啊 沒錯 對 就是個人自奉 有些是建造教會 有些人不是建造教會的嘛 有些人是建造某些人的靈命的嘛 就是每一個人呢 在這個根基上 每個人呢 在那裏建造這個 自己的侍奉制 這個侍奉是 也都很多時候可以配合其他人的 其實配合其他人更加好啊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人做的時候呢 那個果效是沒有那麼強的 那 譬如我簡單說 有些人都會出街外傳呼音 那他出街外傳呼音 那他就是傳了呢 而他停了在那裏呢 那可以說那個 長久的影響力不大啊 但是如果他跟教會 或者跟某些電影姊妹配合 他們去跟進 那這個時候呢 那個果效會大很多 因為呢 那些人呢 就會有人栽培嘛 如果不是呢 就經常傳呼音 傳而呼音呢 又失了鐘 他們軟弱跌倒 那時候 他所建造的 雖然他來說 神會紀念 但是呢 在永恆來說呢 是沒有一個長存的果效啊 OK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那然後呢 就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和街上面建造 那 就個人的工程顯露出來 那有火試驗 試驗個人的工程 在上面建造的 就存得住 就要得賞賜 那這個經文是沒有說到金銀寶石和草木和街是什麼 不過呢 就是說 有火發現去燒 如果存得住 就要得賞賜 那意思就是草木和街就會燒了 那大家可不可以想到 其實金銀寶石草木和街是代表什麼 是金銀寶石什麼草木和街 由這個經文沒有答案 不過我們找答案不只是由一個經文 當一個經文沒有清楚的答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整本聖經去想答案的 大家有沒有想到這個 這個金銀寶石草木和街 是指什麼質素令到它成為金銀寶石 而什麼質素令到它成為草木和街呢 有沒有人想說 一些是永恆的 就是金銀寶石應該是永恆的 而草木和街都是一些暫時的虛防的 可能只是在世上的 OK 那個問題就是 什麼質素 什麼原因令到有些是金銀寶石 而有些是草木和街 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哪些就算是金銀寶石 他金銀寶石那些是否果子長存呢 什麼叫果子長存呢 他結那些熟靈的果子 熟靈的果子長存的就是金銀寶石 如果是住短暫的 即是不到永恆的 那些就是草木和街 果子當然是 那個意思呢 就是指 他結出一些果子 是合神心意的 行神的路的 這些果子 比如說福音的果子 或者其他的聖靈的果子 好 我想你再 因為你這樣說 就是永久長存 那到底是什麼 就是specific一些 靈魂的得救呢 靈魂的得救呢 就是永久長存的 比如說 一些教導呢 可能有些人聽了 就已經忘記了 那些所謂的 目仰呢 都未必成功 有些人都離開教育 就算你目仰他 他都離開神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那些受眾 他有沒有持守 來決定這個金銀寶石 對 他的靈魂是否永遠得救呢 你雖然傳了福音 或者是目仰了他 但他可不可以 永遠得救呢 如果你的果子 是永遠得救的 這個也是金銀寶石 好 我想問他 對神話語的態度 就是真基督徒 將神的話語成為基督的智寶 很珍惜每一句話語 和他執行 有些可能假基督徒 或者外方人 就會視他為和感 不會理他或者不珍重他 好的 首先我回應第一位弟兄所說的 因為你所說 你傳了福音的那個人 他是不是長傳 我想問一下 我們傳福音之後 那個人是不是長傳 其實責任是否存在自己身上 不是 是 在神那裏 除了在神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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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姊妹都有關係的 有些人你信了主 你發覺教會 都不理他 他就漸漸下 又不來教會 崇拜 離開了教會 因為 缺乏人照顧看顧他 我見到很多人都這樣走了 好的 我們現在是去討論一件事 就是 什麼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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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長傳 是金銀堡石 就是 首先 你好像有說一些 那些 傳福音 他永遠得救 那些就是長傳 如果你教導了 他沒有經常聽話 又不是長傳 你是否有這樣的意思 因為我聽到 我聽到你好像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 我想聽清楚你說的意思 第一位 第一位 大兄 都 有時候 其實我自己 剛剛想的 都覺得 都不是說自己的果子 或者是自己的做法 這些所謂長傳不長傳 我覺得都是要歸回神的 就是我們灌溉 就是 大神就使祂成長 很多事情 不是說 我們自己可以 保證的果子可以長傳的 不過我們都是用 主耶穌基督教我們的根基 在上面來建造的 好的 那到底 我們現在想去答到結論 就是 什麼 什麼的工程是長傳 是金銀堡石 哪些是寵物和佳 就是這個是我們想找的答案 那麼教會 算不算是金銀堡石呢 就是由耶穌建立 那時候 仕途建立了 一直到現在 到末世教會都應該長傳 教會算不算金銀堡石 因為有神的保守 首先我們要看那個工程 他說國人的工程 國人的工程 國人的工程 他在說過人 國人的工程 必然顯露 國人 國人 會不會說 他們的使徒建立了教會 譬如保羅 比德那些 就 顯露出來 是 因為哪一日子 章 原章 他表明 出版 是 是 他經過世代 這些教會 都長傳的 他那些 譬如保羅 建立了 建立了很多教會 是吧 譬如七教會 都是 都是 都是保羅 時代建立的 他這些 七教會 因為實在有神在中間 看著 那些燈台 他這些燈台 OK 我再去問你 是不是 你所做的 事奉 你建立了那個教會 那個教會 長傳 還是 那個人本身的 做事的方式 他的事奉 方式 即是哪一樣 到底那個教會 那個教會 是長傳的 事奉的方式 譬如保羅的事奉 的方式 應該保羅是長傳的 保羅的事奉 甚麼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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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因為我們現在要回答 個人 個人 甚麼事奉 是長傳的 還有 我們做了他的工作 是不是長傳 是不是 全部是我們的責任 不是全部可以責任 這個不敢說 全部都是神 神最重要 都不是靠我們自己 除了神之外 我想說 譬如說 一個人傳福音 傳給十個人 假設 那個教導和跟進 都同樣的 但那十個人的成長 是不會一樣的 是啊 會的 你覺得 教導和 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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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很多因素 是那個人本身 他的回應 就是別人的回應 我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 那個做的人 他們的生命質素 他們要交象 但是這個侍奉的人 他全福音 建立靈命 他的質素 是他本身的質素 不是那個受眾 之後怎樣發展 因為兩個人 可以同樣的訓練 但是 好像神學生 譬如 假設 神學院裡面 全班神學生 每一個都受同樣的訓練 但是他們 個個成長 是個個都不同的 將來那個侍奉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就是說 這個 金銀寶石 是指 他金銀寶石 我想 他那個人 就是那個 傳福音的人 自己 都要很著重永恆 他自己 當然 要有 喜樂平安 更加 也都要 自己本身的質素 都要有 信望愛 追求這些 有些微善 還有 當然 他非常親近 這些是 必然的質素 OK 好 你現在說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講 對 那我就想 你再講 準一點 就是說 再清楚 列明 到底是 什麼質素 令到那些人 所做的 是金銀寶石 而哪些人的質素 是草木和佳 應該不是 哪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的什麼質素 是草木和佳 什麼質素 是金銀寶石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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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做金銀寶石 那些人 他要有個心智 做些事 都是 好像保羅那樣 那他 凡事 都 為神 喜悅 還有他 都不怕受苦 這些人 他 就 好像保羅那樣 與耶穌 同丁十架 他都以為 他 就是釘死自己的罪 那些人的質素 就真的 金銀寶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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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否指明是什麼質素呢 指明 指明 愛主 愛人 靈神益人 OK 好 OK 好 那你 可以講出 給人的指示 就是說 你怎樣的侍奉 就是會長全的 還有沒有想補充 有沒有人想補充 或者你想補充 就是我們現在想指示 告訴別人 什麼的侍奉 是重全的 要侍奉 首先 他要在基督上 即是 好像葡萄樹 葡萄樹 要支持的 他要結連在 葡萄樹那裡 這個質素很重要 就是 事事要在神 否則 什麼都做不到 是 一靠自己就死了 OK 是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質素 很重要的質素 好 那 OK 我現在 我 就是總括 總結 那 其實 凡是神喜悅的質素 都是會永存的 那就很簡單了 神喜悅 聖經吩咐的質素 我們跟著去做 神喜悅的 就是永存的 那 當然包括很多東西 先 弟兄所說過的 就是一定是 建基於 和神的關係 還有 是願意寫記的 就是 放下自我的 釘實至假的 也 包括很多其他聖經所說的質素 譬如 天卑 不是 就是將榮耀歸給神 是神喜悅的 是 是神做的功來的 不是我們做的功能的救人的 是 神改變這些人 時時 榮耀神 即是在這個事奉 我也覺得很重要 是榮耀神 就是被人看到 哇 神真是很慈愛 很大能 祂真是做的 很奇妙 所以我鼓勵大家 用我所教的這個法 神屬性 查經法 和講道法 就是在 講任何經文 都時時講到 神的本性是怎樣 和 神 祂的恩典 做任何事情 都經常被人看到 哇 神真是在我們生命中做很多工作 祂很接立我們 祂在我們生命中 不斷 帶領我們 感動我們 祂真是很奇妙的 於是我們大家都 回應祂 神的喜悅 神喜悅就會祝福了 我剛才知道 這些全部是用聖經的應許 來鼓勵人 用恩典鼓勵人 去聽神的話 那時候 人們就會說 我們能夠改變 其實是神的 真是神的工作 很奇妙 神是不斷地這樣 即是說 祂時都是榮耀歸給神 是神的工作 去帶領人 去跟從神 不只是遵從 很重要的 只是遵從是怎樣 你要祈禱 你要讀經 你要事奉 你要榮耀神 全部都是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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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只是覺得 我做我做我做 就沒有將每一件事做的 跟神相連 因為神是想我們 經常都被人看到神多美善 我們是宣揚那趙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即是祂的美善 經常告訴人 你的心會有感動 是因為神在你裏面做工 神感動你 你看神多好和你多親密 祂改變你 祂在感動你 祂真的在你生命中做很大的工作 讓人看到神真的好 神在我生命做工 我們犯罪 神又會吸引我們的悔改 祂會在我們的靈裡 不會放下我們 不會放下我們 祂會不斷地吸引我們 感動我們 叫我們聽祂的話 我們就算有時軟弱 祂也不會放棄我們 祂會不斷地吸引我們 這樣的時候 在每個過程都會告訴人 你看神一直帶著你的 還有你做任何的事 聖經說一杯糧水都不能不得上次 這樣的時候 人們就知道了 原來神這麼喜悅 我做任何一件事 祂就會整個生命和神結連 所以這就是幫助人應驗 剛剛不說前書六章十七節所說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令 是時時和主結合性都感激神的 我覺得這些事奉是更加神喜悅的 因為祂是叫人喜歡神的 其實聖經是充滿了教導 我自己其實不只是我的 因為我在美國老德會那裡學習 他很強調這個 律法與目音 我將來律法與恩典 就是說 我看到什麼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幫人經常說 你看看神在你生命中做多少好事 你就感激神 你就多謝神 你就歡喜神 你就會得力了 你就會經常有量力了 那些人聽到之後 他們就會喜歡神的美善 這就是我很想幫到任何人 我所牧養的都是這樣 那這種事奉就是榮耀神 神就喜歡 神就會紀念 或者其他質素就像謙卑 溫柔忍耐 就是有聖靈的果子 就是 時常都是關心人 體貼 人的 他的需要 他的軟弱 來回應他們 幫助他們 尋求 尋求神的帶領 不是出於師己的意思 而是尋求神的帶領 那這些都是神所喜悅的事 那這些就是 總之凡是合乎 聖經所說的 合乎神心意的 這些就是金銀倒石了 OK 然後呢 那日子要表明出來 這個那日子是什麼日子呢 大家可以說 那日子 將它表明出來 要試驗個人的工程 那這個日子應該是什麼日子 從全本聖經很明顯 這個 有沒有人明白 是耶穌再來的日子 是的 再指明一些 因為耶穌來的那日 還是哪一個日子呢 因為這個 審判 是不是審判的日子 是的 是審判的時候 即基督徒要交帳的時候 那個日子 到底耶穌回來的日子 和審判的日子 是不是同一日 還是不同的日子 我們不知道 總之就是審判的時候 好了 那它就有火事業 這個火 這些叫做 Figurative Language 就是代表性的 寓意性的語言 為什麼我們要分辨這件事呢 因為呢 有很多人認識經 就是因為它 只是憑那個字眼 它只是憑那個字眼去判斷那個字的意思 那它就說 有些火來燒 但是我的工程不是物件來的 怎麼燒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 如意性的字眼 那這個火應該代表什麼呢 神的審判 再詳細一點 就是指明一些 在哪一方面 我想猜一下 是不是不止耶穌基督 他自己的雙眼去看到 因為他的目光都好像火焰那樣 OK 這個是 這個是對的 是對的 就是神自己去分辨 是 我們去 去 詳細一點 去指明一些 是什麼呢 其實你有牽涉到的 你有說到的 不過 就是 你再指明一些 總之神用任何的方法 什麼方法我們不知道 總之那些方法會試驗工程 就是這樣 總之這個代表一種 好像火會試驗那些金銀寶石 那種木和街 神用的方法 怎樣的方法我們不知道 他會試驗個人的工程 就是分辨 就是分辨神那種分辨的能力 去分辨他 如果那個工程存得住 就要得賞賜了 耶穌說 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賞賜 譬如有兩個人同樣都給人一杯涼水 他的賞賜會不會一樣呢 如果根據上面那套金銀寶石草木和街 到底是說外面你所做到的事情 還是它裡面的質素呢 裡面的質素 是的 即是說兩個人做 但一個是有愛心的 一個是有點晦氣的 或者沒有內心去做的 那個有愛心有內心的 就是金銀寶石了 就是他真心去做 凡事都是真心去做 永曉神祝福這個人 以神的事為念 這些就是金銀寶石了 十五節就說到人的工程 如果燒了他就要受虧損了 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蟲火裡經過一樣 這裏說的是那個人會得救 但是我們又記得 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有些人說 我奉利明傳道奉利明 趕鬼奉利明行許多義能 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離開我爸 就是叫他們離開他 那麼 在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那些人都有侍奉 傳道趕鬼行二能 和這裏有什麽分別 這裏說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從火裡經過一樣 和耶穌所說的 有些人有做事奉 但是不得救 到底分別在哪裏呢 有沒有人想回答我 OK 我現在說 在馬太七章二十一節那裏 就說到的 凡清風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進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所以這裏說到就是說 當一個人侍奉的時候 他遵行天父的旨意 那就是代表什麽呢 有些人侍奉 可能他只是為了賺錢 為了榮耀自己 而不是遵從神的吩咐 就是照神的吩咐 就是說他愛神愛人 他離開罪惡行神的道 遵從神的時候 他的侍奉就是被接立的 但如果一個人呢 他根本就沒有這個屬靈生命 我們說到這個 就是說一個人得救 完全靠本乎因直著信 他就會改變他會遵從神 遵從神是果子 不是得救的方法 你很清楚 遵從神是得救的果子 不是得救的方法 但是這個人 他真的有這個屬靈生命 他就會遵從 但是有一個人 他根本沒有這種屬靈生命的 他完全就是 好像做事這樣做的 就是他就是去 就是去侍奉 但是他不是真的和神有關係 也都不是真的遵從神 我講一個例子 這個人我不知道 這個人是否真的得救 不得救 不過是有這樣的 例子是有一個傳導人告訴我 他說他們認識 在他的宗派有一個牧師 去了休 然後牧師不回教會 那些人就問牧師 他說為什麼你不回教會 牧師說我已經回了幾十年 我現在不回了 那我不知道這個人到底是怎樣 其實從這裡我們不是知道全面的事實 假設他真的以前回教會 因為他是上班 所以他回教會 到他退休了 他覺得我已經回了幾十年 我不用再回 有可能他以前回了這麼多年 他不是真的去敬拜神 他只是上班 只是做事 那他就不得救 而保羅也要講到 這個人真的建造在根基上 真的信靠耶穌做救主 他真的有生命的表現 不過他做的事 含有很多不好的成份 就是驕傲 榮耀自己 為了自己得利益 或者其中一件好不好的 就是搶羊 因為有些 事實上我知道有些教會是這樣的 他故意做一些workshop 就是一些訓練班之類的 就請不同的人來 然後當那些人來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服那些人去他的教會 那這件事是好不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拆毀人來的教會 人家在做的事 可能他說我有些地方做到 你做不到 那就是 凡是教會都有的 就是有強有弱的 但你不能說我強的教會 我就將人弱的教會的人搶走 這個神喜悅 那他做的是草木和街 就算他搶了很多人 是草木和街 我不能說他全部工程是草木和街 但是當他有這個心智的時候 他做的那個部分 是草木和街的 那 就是說有些人的動機 是有時候真的很有疑問的 所以我們事奉的時候 一定要反省我們的動機是什麼 我們對神的心 對神的心和對人的心 尤其很重要的是我們本身 是有知道我們是罪人 深信我們是罪人 我們知道罪的可怕 我們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祂救我們真是很大的恩典 祂又賜給我們動力去侍奉神 真是好 祂改變我們生命 我們侍奉的果效 祂又會紀念 又會永遠跟著我們 真是好 傳了這樣的心去侍奉的時候 神就起了 但是如果一個人 他是得救 不過他的行為 經常都是競爭性 有時候就是因為他沒有 醫好他那些受傷害 有時候人小時候受傷害 他就永遠做事都要聰明 他永遠都是競爭的 所以這個比喻 寶羅所說的 這個其實屬於一個比喻來的 就是用一個比喻的方式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金銀堵石 而草木和街 這是一個形容我們的事奉 就提醒我們了 不要建造草木和街 那我自己將它應用 我就有一個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 就是將這個經文消化了 應用出來 就好像我們個個建屋 但是有些人建屋 建完又拆回 為什麼呢?他驕傲 他榮耀自己 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他叫做白做 所以我就會鼓勵任何人事共的時候 審查自己的內心 時時依靠神 時時感激神 當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感激神給我們有機會 也真心想祝福那個人 這樣的時候神就起願 神就會永遠紀念 如果不是就白做 白做就是 這麼多努力 全部都是歸於無有的 那何必呢? 所以我就鼓勵任何人事奉的時候 都是有一種很正面的心態 榮耀神 神真的好 經常都是榮耀神 經常被人看到榮耀神 我又講一些例子 有些人就是那些侍奉方式 曾經有些人找我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在侍奉受很多傷害 那我問他什麼傷害呢? 他說呢 他們侍奉的上級 經常都批評他 經常都說他 你什麼做得不好 你什麼做得不好 你要每天什麼什麼 就是很嚴厲 令到他覺得 侍奉神是很重擔的 就是說他的上司 經常都是用一種壓迫的手法 但是耶穌說 我的握是容易 我淡是輕散 神是想他每個人事奉的時候 是喜樂的 因為神會加力給我們 神會在我們生命中做功 神會紀念我們所做一切 所以我們歡歡喜的事奉 幫助人都是這樣事奉的時候 我們的事奉是神喜樂的 是永遠長存的 但是有些人好像受壓 我要火效強一點 你們不夠勤力 你們快點勤力一點 勤力一點 這就是出於人意 所以我們都審查我們的事奉 好 這個講到最後 就說好像從火律經那樣 好像有個人從火燭走出來 頭髮啊 衣服都燒光了 整個人只是剛剛自己緊緊得救的 這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關於這個經文的 有沒有什麼回應 我還不太明白那個人為何是緊緊得救的 他的風情都燒光了 為什麼他可以得救呢 因為呢 其實天國裏面真的很多 我用一個好像金字塔形狀 去代表天國 最低層的 是最多人的 那些人是什麼人呢 是 常常都在苦老 祈禱很少 他有祈禱不過很少 感激神的心很少 經常都有軟弱 一會兒又 謝了 沒有力氣 這樣的基督徒 我相信大家都見過 反而是最多的 也真的很多教會 有些人都是這樣的 他回教會 有些人呢 就為了吃啊 玩啊 有班朋友啊 這樣的 那他可能有參與事工的 譬如說 我們一起吃東西了 那就搬台了 那他一起搬台 一起做 安排很多的活動 那他是做的 不過他跟神關係根本是很弱 他所做的也不是帶到人去大使命 其中一樣東西的質素就是 是幫人去信耶穌 就是大使命就是幫人信耶穌 和耶穌所吩咐的教訓他們遵守 就是我們任何事工都希望達到這個目的 甚至做師班 敬拜神 我們敬拜的時候 幫人更加愛神 那他就建立跟神的關係 就是不只是清唱 有時候有些人大領敬拜或者唱師班 他們是好像只是注目在唱得好不好 那他做的事可以是草木和佳的 那這個就是說有些人因為他生命的軟弱 他僅僅得救 實際太多這些人了 而這些人被改變是有很大的更新 所以我在這個網上的查經訓練 其實我不是只是查經的 我希望興起大家 比如這個經文我會提出一個應用就是 我們的事奉是神喜悅的 是影響人的生命 並一帶人信靠耶穌 和遵從耶穌 就是將大使命放入我們每一個人的事奉 就算搬桌 在教會裡面擺東西 他做的時候充滿喜樂 他見到人的時候 會跟他說關於耶穌的尾善 我發覺一件事在很多教會 那些人一散了聚會 他的口是不會提耶穌的 他不會說 譬如在一起聚會的時候 神真好 神怎麼改變我 神怎麼更新人 這個新人來到真是好 他整個人的生命改變 神真是美事 就是他會提到神的名字 但是有些人 他一落了聚會 是提也不提的 所以他可能有得救 不過他所做的真的很多是 沒有這種真心榮實的心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因為我想這些人是不得救的 原來都很緊張得救的 有些我們不知道 因為事實上耶穌說 就是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又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戶 就是想起都恐怖的 就是很多人跌倒 我們這個茶經 希望影響大家 去影響周圍的人 幫助他們更加 知道走耶穌的路是最好的 事奉神 愛神是最好的 最好的 我覺得神的恩典都很大 就是這樣 駛車哪裡都得救 是有人真的緊緊得救的 真的是這件事是事實來的 真的 因為我見得多 我見得多 有些人真的很軟弱 很軟弱 我也都 有時候在一些教會去講的時候 他們都說 啊 他說我們真的跟神關係是很弱很弱 就是有些人自己說出來 還有聽他說的也是一樣的 有些人一出口就是 那些人怎麼對我呢 他有說到是我相信耶穌的 不過呢 他一說出來就說到人的問題 他虎老是很強的 他心中的煩惱很強的 所以我們真的需要照顧人 牧養人 也有時候那些人不肯成功 剛才我回應弟兄有說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幫這個人有沒有長存 有沒有一直跟從耶穌 那我就說這件事是 一部分是我們的牧養的 另一部分都是他管人 當然是神的工作 但是那個人本人 所以我就覺得 不是你傳夫人之後 那個人是怎樣為主 不是這樣為主 是我們有多盡心 和用神的方法去牧養他 OK 之前有問過這些問題 是不是我們回答了 還有沒有回答的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剛剛針對這一段的問題已經回答了 是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 那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如果祈禱完 有人想到可以再問的 我們一起祈禱 請我們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是你更新我們生命 你拯救我們 並一次給我們動力去侍奉你 當我們侍奉你的時候 你是很歡喜 你是很喜悅 你會紀念 你會賞賜 你會更多機會 給我們祈福更多人 叫我們的果子長全 是我們作供的果效 隨著我們 我們多謝天父 阿神你真是 珍惜我們所做一切 雖然我們所做的不是原理 我們都有 在做的過程 有時候會有煩惱 有時候沒有信靠 有擔心 有懷疑 求主耶穌結淨我們的行為 叫我們的好行為 都是蒙你所喜悅的 也知道 有些我們所做的 有些是草木和家 有些是金銀無實 求主你幫助我們 需要一個信靠耶穌的心 感激耶穌的心 歡喜耶穌的心 充滿喜樂去侍奉 也將神的喜樂傳遞給人 讓人看到 神是一個很美善的神 是一個很慈愛的神 是一個欣賞我們的神 是一個更新我們的神 是永遠看著我們的神 關心我們的神 我們多謝你 求主幫我們時時都榮耀神 說出神的美善 讓人看到神的美好 願意甘心樂意地去服侍你 去跟從你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每一個人都審查我們的內心 到底我們的侍奉 是草木和家 因為是金銀寶石 叫我們的侍奉 是你所喜 是永遠長存的 求主的靈更新我們 加力給我們 賜給我們火熱的靈 賜給我們愛你的心 愛人的心 多謝天父 求主使用我們帶來這個世代的復興 因為太多教會 很多問題 很多軟弱 很多基督徒的軟弱 求主憐憫 求主詩恩 祝福 這次回到家裡 經過 其他生命 祝福 祝福 求主 佛 與 愛人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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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